星期三 國家發改委 就一季度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 作出回應 負責人表示 今年中國經濟實現了平穩起步 良好開局 從宏觀經濟看 主要指標增長加快 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3% 增速比上季和去年同期 分別提高0.1和0.8個百分點 下一步將針對經濟運行中 存在的突出矛盾問題 強化政策預言儲備 並根據形勢需要及時推動出台 切實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 針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 要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發改委表示 將制定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 標準指引 同時抓緊破除障礙 構建問題舉報核查 及整改通報長效機制等 而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 發改委指將推進產業優化升級 引導企業持續加強研發投入 和技術創新 同時會更好地滿足消費需求 加快推動消費品 以舊換新行動方案落實 並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加大用地 融資等保障力度 為充電基礎設施提供有力支持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聞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中東 進行最後的一戰 就是以色列的訪問 與以色列的總統總理等人會面 期間他強調是時候達成停火協議了 而哈馬斯是實現此進程的唯一阻礙 布林肯一號 同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會面 赫爾佐格表示 當務之急是確保遭扣押人員獲釋 也是國際社會的首要任務 布林肯表示 現在是時候達成停火協議了 美方決心實現停火 讓被扣人員回家 不過哈馬斯是實現此進程的唯一阻礙 哈馬斯因為未能達成協議單責 他又強調必須關注 正遭受戰爭之苦的加沙民眾 為他們提供急需的食品 藥物 援助及庇護 而在兩人會面的酒店外 有大批遭扣押人員的親屬 舉行示威活動 他們手持求助 把他們從地獄中救出來等標語 高呼口號 呼籲美國施壓以哈雙方 達成協議 布林肯與他們握手交談 並承諾美方不會停止努力 直至大家與親人團聚 布林肯當天稍後 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亚湖會面 美國國務院方面指 雙方談及了停火努力 布林肯重申了美方 對於拉法行動的立場 布林肯還提到 過去一個月以來 加沙援助交付情況有所改善 並呼籲乙方繼續加速改善 哈馬斯官員則批評 布林肯將停火協議停滞不前 歸咎於哈馬斯相當不公 日企圖為以色列脱罪 並指乙方談判團都承認 真正阻礙協議達成的人 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亚湖 嘲諷布林肯應是以色列外長 而非美國國務卿 戰況方面 以軍拒曝連夜襲擊 加沙南布拉法 擊中沙布拉社區一所房屋 造成至少兩名兒童死亡 多人受傷 以軍夜間還對加沙城多個社區 發動空襲 造成包括兒童在內多人傷亡 加沙衛生部門1號通報 過去24小時內以軍襲擊 造成至少33人死亡 57人受傷 另外 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1號發布消息指 以軍計劃在加沙地帶 建立一個新的安全區 為可能在拉法開展的行動做準備 新區域將位於努塞賴特 和布萊捷的郊區 靠近內查里姆走廊 此外 目前靠近馬瓦西的安置區域 也將向東擴展至汗尤尼斯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以哈戰爭的相關各方 都面臨著戰爭結束之前的最後一關 對於布林可來說 他還是要勸內塔尼亞胡 不要進攻拉法 那麼能不能勸說下來 現在看來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性 那麼對於其他的國家 你像沙特阿拉伯 像約旦這些國家 早就希望早些結束 那麼他們最早也希望 就把哈馬斯給滅了 然後再重新建立中東的新秩序 但是現在看來 哈馬斯還在頑強地抵抗著 那麼這就是這個擔子 又落在了內塔尼亞胡的身上 內塔尼亞胡號稱要取得全面勝利 那麼現在對於這個進攻拉法 已經做了很多準備了 從微信上都可以看到 他們已經建立一些難民區 帳篷都打好了 現在又宣稱要搞一個新的安全區 已經宣稱要進攻拉法有十天了吧 十天以上了 什麼時候進攻呢 我想這次布林肯離開以色列 回美國之後呢 可能以色列當局啊 就要做出一個決定了 因為他們已經幾次的拒絕了 美國人的這個勸說 那麼既然如此呢 大家就要看內塔尼亞胡 還有這個以色列的軍隊呢 能不能在進攻拉法的時候呢 達到他們的目的 就是把這個西馬爾抓到 把這個哈馬斯呢 最後給這個剿滅 但現在看來呢 以過去這半年呢 他這打的這個成績看呢 很難說 而且呢 或許會帶來很多重大的 平民的傷亡 那麼這就使得以色列的 這個壓力越來越大 那麼即使是以色列 最後呢 完全平地加沙了 那麼內塔尼亞胡 個人的政治生命呢 也是岌岌可危 因為你既然沒有按照 美國人的這個再三 勸說的一種計劃 而且美國人已經設定好的 要這個建立一個 這個反伊朗的一個 這個陣線 把以色列 把阿拉伯國家全拉進去 在這個時候呢 你內塔尼亞胡呢 你破壞了美國人的這個戰略呢 那即使是到最後 這個剿滅了哈馬斯 在內塔尼亞胡呢 也是不受歡迎了 那哈馬斯這邊來說呢 他這一關呢 是最不好過的 很顯然 哈馬斯呢 是被各方都拋棄的 而且他現在和以色列要談判 即使他答應要交出人質 他也拿不出以色列方面的人質 名單上要求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一開始 10月7號搞的那個東西啊 這個已經 到最後已經失控 許多的這個難民呢 其實都不在哈馬斯現在能夠控制的 這個武裝分子手裡邊 到底在哪兒 不知道 也可能有些人呢已經死了 那麼如果這樣那種情況下呢 這個你拿不出這個名單 或者拿不出人質來和以色列 這個進行最後的協議交換呢 那麼以色列正好是有了藉口 不管怎麼樣吧 這次以哈戰爭的結束呢 肯定是以非常慘烈的戰鬥 還有重大的損失來結束 但是呢 盡早的結束呢 可能會使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 心早一點放下來了 然後呢 再策劃他們的中東方案 基本上他們是想 和這個阿巴斯的 就是西岸的巴勒斯坦 自治機構來合作 那麼呢 當然了 中國和俄羅斯現在都在促成 這個阿巴斯還是和哈馬斯呢 就是法塔赫還是和哈馬斯呢 能夠團結起來 建立一個統一的這個巴勒斯坦政府 所以說呢 人人都在過關 人人都不知道應該怎麼過得去 看看這個美國大學校園的消息 挺巴反以示威在持續 紐約警方4月30號晚間 應校方的要求 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清場 據報逮捕了200多人 警方稱事件中沒有人員受傷 當地時間周二晚間9點左右 因校方要求 大批佩戴頭盔的紐約警察 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清場 美國有線電視金融網稱 有至少50名警員通過梯子 從二樓窗戶進入早前 被學生占領的 漢密爾頓大樓 隨後清理樓內雜物 逐一搜查樓內房間 是否藏有示威學生 大樓之外 示威學生高呼口號 表達對警方的不滿 清場過程中 部分學生遭反綁雙手 帶上警方巴士 紐約警方稱 行動過程持續不到三個小時 各大校園及 漢密爾頓大樓內的示威學生 被驅散 抗議營地將由校方拆除 行動中有數十人被逮捕 沒有人員受傷 警方還否認了 在行動中使用催淚瓦斯的說法 學生們就要求釋放被逮捕者 並質疑警方立場 警方清場行動開始後不久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 發表公開信 要求警方在各大校園 至少停留至5月17號 及學校畢業典禮兩天之後 目的是維持秩序 確保校園內不會再出現抗議營地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巴以雙方的支持者 1號凌晨爆發大規模肢體衝突 一群身著黑色服裝 頭戴白色面具的以色列支持者 出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園 試圖拆除清巴勒斯坦示威者 營地周邊的路障 並進入營地 雙方手持木棍等 爆發激烈肢體衝突 由以色列支持者 將煙花 木桶 金属等物體 投入清巴示威者營地 清巴示威者疑似 噴灑胡椒噴物 予以還擊 雙方的肢體衝突 持續數個小時 大批警察到場後 排陣人牆 並將雙方隔離開來 期間仍有情緒激動的 以方支持者肆意踩踏 並聲稱要燒掉巴勒斯坦國旗 衝突爆發前數個小時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方 曾宣布 清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營地 違法和違反學校政策 校方還警告 拒不離開的學生 可能被停學或者開除學籍 衝突發生後 校方發表聲明譴責 稱這種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 令人感到厭惡 必須要停止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由美國高校在輿論壓力之下 已經做出讓步的動作 位於羅德島州的 烏朗大學30號 與示威學生達成協議 學生將清除校內營地 校方則將考慮切斷 與以斯列有關的公司資助 這是美國第一所 常青藤聯盟高校向學生做出重大讓步 布朗大學校長帕克森表示 學生同意在當天下午5點之前 結束抗議並清理營地 還承諾直到本學年結束為止 都不採取會違反校規的行為 準則的進一步行動 作為交換 多名學生將受邀於5月 與布朗大學管理層會面 表達觀點 希望校方與助長加沙種族滅絕 並從中獲利的企業 切斷資金聯繫 校方將於今年10月投票決定 是否支持學生的這一要求 據悉 示威學生聽到這個消息 就高興地跳起來喊口號 之後開始拆除帳篷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看俄乌戰爭 烏克蘭奧德薩當局稱 1號遭到俄羅斯導彈襲擊 造成3人死亡 與此同時 俄羅斯國防部當天表示 房長邵伊古視察了聯合部隊集團 並且指出必須進一步擴大 供應武器 軍事裝備和殺傷力武器 烏克蘭奧德薩州長特魯哈諾夫 在社交平台上發布的視頻顯示 但隨著手電筒照亮黑夜中的居民樓 部分房間的窗戶碎裂受損 特魯哈諾夫表示 俄羅斯在1號凌晨對奧德薩 發動導彈襲擊 造成3人死亡 3人受傷 他敦促居民在聽到警報聲時 轉移到安全地帶 俄方則表示 沒有故意以平民作為襲擊目標 與此同時 俄羅斯國防部1號發布消息 俄國防部長邵伊古 在聯合部隊集團指揮部召開會議 聽取指揮部 關於特別軍事行動區 當前形勢和敵軍行動性質的匯報 俄國防部表示 邵伊古在會議中指出 各集團繼續按照 特別軍事行動計劃執行任務 並指出必須進一步 加大供應武器 軍事裝備和殺傷力武器 相關部門向邵伊古 彙報了改造常規武器 以高效打擊敵軍無人機的結果 其中包括FPV無人機 並展示了帶有新瞄準器的 三連高射機槍 鳳鴻威視綜合報導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4月29號抵達基辅 這是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北約秘書長第三次訪問烏克蘭 那麼最近幾個星期 烏克蘭戰場局勢不斷惡化 俄羅斯成功的空襲次數也有所增加 而西方援助的延遲 尤其是美國最新援助計劃 長達數月的等待 使得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歐盟也沒有能夠實現 在3月份之前向烏克蘭提供 100萬發炮彈的目標 在訪問基辅期間和之後 斯托爾滕貝格含有的公開的 對美國和北約發出批評 他表示美國對基辅的援助 拖延了近7個月已經產生了真正的後果 而北約沒有兌現承諾 對基辅援助的拖延 削弱了烏克蘭對北約軍事聯盟的信任 由此斯托爾滕貝格提出 需要對國際軍事援助的協調方式 進行徹底改革 他說我們需要一個更強大的 制度化的支援框架 以確保可預測性 確保更多的問責制 並且確保負擔的分擔 他提出 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 就是制定一項多年計劃 明確地列出 每個北約成員國的預期貢獻 看來這個北約秘書長 當然他也調動不了各國 這位來自挪威的政治家 其實他的立場很堅定 但是這樣一個北約他做秘書長 他只是一個常務執行者管理者而已 那麼從他的講話當中 我們可以聽到一些要點 一就是烏克蘭戰爭處在關鍵時刻 過去幾個月的武器彈藥不足 造成了很負面的結果 俄羅斯不但鞏固了佔領土地 還有所推進 第二就是不但是美國 歐洲一些國家也在援助烏克蘭方面 表態多於行動 空話多一些 那麼比起俄羅斯的動員能力 北約國家鬆散緩慢的 這個動員和協調能力 暴露出弱點了 第三呢 北約秘書長從烏克蘭戰爭中 北約成員國的合作與反應能力中 感到這個聯盟的有結構性的問題 提出必須改革 也就是說呢 烏克蘭戰爭給北約上了一堂 實踐教育課 就在斯托爾滕貝格訪問基辅的時候呢 德國政府4月29號表示 向烏克蘭提供了新援助 已經移交了10輛叫Marder步兵戰車 一套Skynex防空系統 還有獵豹2 這個坦克車的彈藥 還有什麼防空導彈 其中呢 Skynex防空系統是對付無人機的 可是呢 面臨俄羅斯大規模對烏克蘭的攻擊 一套 一套Skynex防空系統 還有前不久答應的另一套 愛國這個系統呢 似乎顯得呢 也確實是做做樣子 這個叫杯水車薪呢 好 現在請看 鳳凰威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給你新聞 稍後再會 和护り道知識東西 ですね Care evaluated 用水的 得真 送得了 雇調 一工 沒 再免 isto 有 為什麼 發 下一步 kenn 近期凤凰卫视已经获得 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正式批准 在当地成立特约记者站 并借此辐射中亚地区 重点报道区域内的新闻 哈萨克斯坦作为世界最大的内陆国 在中亚地区有着举足轻正的作用 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一带一路的首畅之地 也是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已经超越俄罗斯 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最大门的伙伴 为进一步加强报道中亚各部的发展 中亚之间各方面往来交流 凤凰卫视正式获得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批准 在阿斯塔纳建立特约记者报道站 哈方外交部30日正式向凤凰卫视 颁发了相关证书 为不断强化新闻报道力量 凤凰卫视一直致力建设和完善 全球新闻报道网络 目前已经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超过63个记者站点 未来将继续紧密追踪国际重大事件 全方位立体化地将新闻 呈现给全球观众 凤凰卫视 郑俊之 伊尔博 阿斯塔纳报道 哥鲁吉尔国会4月30日 就饱受争议的 《反外国影响力法案》进行二读 引发抗议者在首都地比利斯 地比利斯举行示威集会 并且与警方爆发冲突 国会1号恢复 对这条法案进行投票表决 30日夜间 数千名示威者 聚集在地比利斯议会大厦前 试图阻止议员离开 政府则出动防暴警察维持秩序 期间 警方使用胡椒喷雾 驱散示威活动 据目击者称 有几名示威者在冲突中被逮捕 此外 警方还利用 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赶示威者 民众则向警察投掷鸡蛋 水瓶等杂物还击 还有示威者告取协友 对俄罗斯法律说不 我们是欧洲的标语牌 并统一举起手机 打开手电筒 意识抗议 遭到驱散后 数百名示威者无视命令 继续封锁地比利斯的主要道路 有些抗议者还对警察大喊奴隶等口号 我们站在这里抗议 反外国影响力法案于4月早些时候首度通过 法案指出任何有两成资金来自外国的媒体 或非商业组织 必须注册为追求外国势力利益的组织 由全民直选方式产生的总统 祖拉比什维利 早前表明法案违背民意 若法案或三度通过 它将行使否决权 但执政党若获得76票支持 并可推翻否决 由国会议长签署成为法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格鲁基亚南高加索的国家 前苏联成员 是苏联的领导人 前领导人斯大林的故乡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 格鲁基亚曾经和苏联的矛盾很大 那么它的两个共和国 一个是南奥塞地 还有阿布哈兹呢 在俄罗斯的这个策动之下呢 宣布独立 2008年呢 俄罗斯还发动了一场格鲁基亚战争 击败了俄罗斯 击败了格鲁基亚 为什么呢 那时候格鲁基亚呢 想加入欧盟和北约 所以呢 就莫斯科教训他们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形势呢 这个格鲁基亚的 它现在是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了 不是总统制了 议会的最大党呢 叫格鲁基亚梦想党 它呢 在这个2022年 这个俄欧战争爆发之后呢 它是谴责俄罗斯入侵 也援助乌克兰 但是呢 他们希望有自己的主导权 他们不想和俄罗斯呢 这个 这个搞得很敌对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对他们也很 这个有表达善意 比如说就阻止了 这个阿博哈兹和南奥塞地呢 宣布独立 这个公民投票 不是宣布独立 就是加入俄罗斯联邦 加入俄罗斯的这个公民投票 也是呢 给这个现在的政府的一些善意 那么同时呢 也没有把格鲁基亚加入 不友好名单 那么格鲁基亚现在议会呢 就制定了一个 等于是反外国代理人法 它叫做这个反外国影响力法案 一读已经通过了 本来呢 星期二是二读 那么二读呢 由于这个反对声音 这个抗议浪潮 这个很激烈呢 那么到了5月1号 再继续的辩论 能不能二读通过呢 还很难说 因为2023年 这个执政党啊 就已经提出过这个法案 然后呢 就被这个 被这个游行示威啊 把它就是放弃了 那么现在咱们还是要通过 这是我们国家 为了我们国家主权 我们要想通过 二读通过之后呢 三读是5月17号通过 那么现在呢 他们这个总统 总统是个女总统 她是有 等于是个虚位总统了 她说她要否决 但是呢 事实上如果 150个席位的格鲁基亚议会 只要有76个 就只要有76票赞同 它还是会成为法案的 所以现在呢 实际上 这个西方的大使馆呢 还有西方的这欧盟啊 也都在这个鼓励 这个反对派啊 所以说呢 那么当然俄罗斯也说 如果你们这边 动乱控制不住的话 我们就可能干预 格鲁基亚又成为俄欧 或者东西方的争夺焦点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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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